2024年 无疑是赵丽颖蜕变的一年 多年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 从第二十条 到浴火之路 乔延的心事 他如何一步步成为电影界新宠 2024年 对于赵丽颖来说 绝对是电影事业的大爆发的一年 第二十条 是由张艺谋指导 雷佳音 玛丽 王霄 高业担任主演 尽管赵丽颖并非女主角 但她饰演的聋哑妈妈 格外引人瞩目 拿下了第三十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 最佳女配角奖 接下来 才是赵丽颖真正的主场 两部由她领先主演的电影 《浴火之路》 和乔延的心事 都定荡在了十月 这简直是好事成双啊 《浴火之路》 原名《虎狼之路》 《五百指导》 萧央 赵丽颖 刘烨出演 三人饰演寻找丢失孩子的父母 在《浴火之路》中 赵丽颖饰演的角色 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 《浴火重生》 乔延的心事 改编自八零后女作家张月然的小说 《大乔小乔》 乔延打拼多年 成为了知名演员 多年失联 姐姐乔林不高兴了 原来她是偷生的 盗用了姐姐的身份 考上大学 成了明星 在《乔延的心事》中 她挑战了一个内心复杂 情感丰富的角色 让观众看到了她更加细腻 深入的演技 回顾赵丽颖的演艺生涯 从《新环珠格格》里的琴儿 一步步走到了 收拾女王的位置 她主演的电视剧《知否》 《风吹半夏》 《幸福到万家》 《楚桥传》 《花千古》 《与凤行》等 演一步火一步 而现在 她在电影领域 也是越走越顺 资源越来越好 除了已经定档的两部电影 赵丽颖还有悬疑短剧 在人间 冯小刚导演的电影 《向阳花》带播 让人期待不已 随着她演技的不断提升 和作品的不断积累 相信她未来的道路 只会越走越宽 接下来说 赵丽颖新电影太狠 以暴至暴 带进 这才是被拐家庭 最想干的事 娱乐圈有些明星 看着和其他人就不一样 其中就包括赵丽颖 在之前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她农村出身 根本瞧不起她 即使如此 赵丽颖还是一步一步地 走到了观众的面前 她的身上永远都没有 一种端着的气质 她是把自己和大众放在一起的 不管是演电视 还是拍摄电影 她所出演的角色 就是角色本人 就在今天 由于萧央 赵丽颖 刘烨主演的电影 《御火之路》 官宣定当于10月1号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的 是三位丢了孩子的父母 因为一桩交易被牵连 共同踏上寻子复仇的道路 而赵丽颖的演绎 更是让人看得心里一震 光是预告片 就很期待这部电影了 其中赵丽颖也有一些细节图 有氛围感又很近 尤其是这一巴掌一出手 这不就是暴力美学吗 这不就是打拐英雄吗 对待人贩子 就该是这个样子 上一次赵丽颖主演的电影 还是第20条 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甚至因为有很多人 因为他去看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 赵丽颖也凭借这个角色 拿到了把花奖的最佳女配角 郝秀平这个角色 从一出场就让人看得心痛 而且还是一个 没有办法说话的聋哑人 赵丽颖的演绎是无声的 但是她的眼神和肢体动作 无不透露出 郝秀平这个人物的悲惨 就连大家也说 在片场为了适应 聋哑人的这个身份 她也不跟在场的人说话 甚至和其他人交流 也是直接用手势 这样的赵丽颖 谁能不爱呢 这样演出来的电视剧 怎么可能不让观众喜欢呢 从赵丽颖出道到现在 每一部作品 都是受到大家的广泛期待 并且很多人一听到她的名字 就会去看这一次电影 也不例外 何况这一个电影的题材 虽然不是很新颖 但是她的方式是以暴制暴 而不是像之前一样 都是跟着帽子叔叔 你是怎么认为的 接下来说 赵丽颖归来 芯片也热议 她竟要把人卖了 这背后到底咋回事 哇塞 娱乐圈大事件 赵丽颖携芯片强势归来 一句话引发全网热议 久别重逢 赵丽颖沉寂半年后的惊喜 赵丽颖可是咱都熟悉的大明星呀 这半年都没啥动静 可把粉丝们等得着急 没想到 突然就传来消息 她的新电影《欲火之路》 要在10月1日国庆当上映了 这消息一出来 那可就像一颗炸弹 在娱乐圈里炸开了锅 神秘台词 让人不寒而栗的那句话 赵丽颖在抖音上宣传新电影 就说了那么一句 我得把你卖了 才能有钱 哎呀妈呀 这句话可把大家吓了一跳 这赵丽颖难道是演坏人了 还是咋回事呢 一下子就让人心里直犯嘀咕 勾起了大家的强烈好奇心 强大阵容 导演和主演都是大咖 这部电影的导演 那可是500 他可是个厉害人物 以前导过古董局中局 扫黑风暴 大人物 这些超火的片子 编剧是尚可 主演呢 有萧央 赵丽颖领衔 刘烨特别主演 这阵容 一听就知道不简单 电影讲的是崔大陆 李红英 赵紫山三个丢了孩子的父母 因为一桩交易牵扯到一起 然后一起去寻子复仇 在蛮荒之地和人犯展开凶险反杀 国庆之约 黄金档期的期待 10月1日国庆档 那可是个黄金档期 大家都在放假 肯定有好多人会去电影院看电影 浴火之路 选在这个时候上映 那肯定是想大干一场 大家都在想 赵丽颖在这部电影里到底会有啥精彩表现呢 会不会像大家期待的那样黑化呢 小编有话说 赵丽颖的新电影 浴火之路 真的是让人充满期待呀 那句神秘的台词让人好奇的不行 再加上强大的导演和主演阵容 还有国庆档这个好时机 不过呢 电影到底咋样 还得等上映了才知道 希望赵丽颖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大大的惊喜 也希望这部电影能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精彩 咱就一起等着十月一日 去电影院看看赵丽颖到底演了个啥样的角色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